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初心不改,为街舞不断突破自己,练习日记只是努力的缩影。 不知不觉中,2021年最后一个长假已经结束。 想必整个11假期,大家都在回味丹瑟王一博在街舞中那些情理之中, 又意料之外的Battle名场面。 好多朋友更是暗刷队长扛大旗冲锋陷阵的2VRRoutine Battle。 激动之心易于言表,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一博在舞台上的每段一令人尖叫的Battle, 每一次多五种无缝切换的展示, 都是在台下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用一滴滴汗水,一遍遍练习换来的。 街舞练习日记的出炉,也只不过是他不断努力练习的其中一幕。 从节目开始,一博就表示出他再次来到街舞这里, 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加的。 事实也证明了一博说过的什么舞种都可以跳, 也确实说到做到了。 我们在节目中不仅看到一博与队员之间默契的配合, 还看到一博真的跳了很多舞种。 House, Popping, Hip Hop, Breaking, Locking,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一博队长的身影, 和专业的舞者并驾齐驱,也毫不逊色。 从王一博队长的练习日记中可以看到, 一博与队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练习的过程完全融入其中,也很放飞自我。 彩排时也是一遍一遍确认动作的连贯性, 为了达到更好的节目效果,一次一次修改队形和动作。 博队长也在训练中寻找到了快乐密码, 沉迷出场动作不能自拔, 逗得在场人员狂笑不止。 在练习式的视频中也看到了一博队长努力的身影。 他一直在随着步步,凯歌反复练习, 每一个动作都反复斟酌, 虽然不同的舞种之间跨度很大,难度也很大, 可一博都能迅速掌握要领,很快学会。 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 也正是因为他的不懈努力,才有了那三场精彩的battle, 才有了节目中逆风翻盘的六连胜, 才有了燃炸舞台的表演。 因为对街舞的热爱, 使得一博一直在毫无保留地努力着。 他用身心合一的行动力告诉大家什么是热爱, 什么是坚持。 一博曾经说过, 我觉得体育精神就是不断努力, 不断超越自己, 一直在想要超越自己, 认真不懈地努力, 这种心理暗示也会在平时的工作中想要做什么事都很认真, 每一次都要突破自己。 也正是因为一博的这种拼搏精神与绝对实力的完美融合, 才有了街舞舞台上魅力四射的王队长。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 八爪随笔。 一博对于热爱的事物都会努力做到极致。 这一点, 从一组一组, 一幕一幕的练舞片段中一次次得到印证。 只是在街舞动作里有很多地板动作, 练习多了难免衣服, 裤子, 鞋子会脏。 细心的摩托姐姐就从花絮中发现, 一博下意识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动作, 擦鞋。 一博平时就像小孩子一样, 小动作非常多, 各种表情都很可爱, 这也让枯燥的练舞时间变得更有趣, 更生动。 不断汲取知识的一博忘记了苦, 忘记了累, 忘记了酷, 忘记了帅, 他一直在竭尽所能, 拼尽全力只想要将舞蹈动作做得更好。 看似简单的动作, 却是王一博默默努力地缩影。 对舞蹈的热爱, 也早已超越了比赛的胜负, 这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我们的追风少年, 在今日不停挥洒青春的汗水, 只为催开明日娇艳的青春之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